经营超过一甲子的旧国团金山青年活动中心 因为被判定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 遭到冻结资产 旧国团决定月底结束营业 昨天举行了闭馆席灯仪式 而地方人士希望新北市政府接手之后 能够想出经营方向 以免冲击金山的观光经济 降下旗子正式宣布结束营业 令人依依不舍 旧国团金山青年活动中心 曾经是许多人青春时期 进行团康活动的共同回忆 从民国四十九年营运至今 超过六十年 因为党产会认定 旧国团是国民党的附水组织 冻结资产 今年一月法院驳回旧国团 申请停止执行 全案确定 旧国团无奈表示 全案定验后 中心的土地为新北市政府所有 建物则移转给国产署 考量难以负担双重租金 决定结束营业 让当地民众及游客 食闷不舍 因为疫情 本来就要在这里办活动 结果没得办 今年终于在这里办了 刚好就在关之前办 太棒了 开灌比较重要 发动开灌比较重要 不然这些地方放在那里 在土地里面它有市府的财产 它也有中央的财产 那这样的一块地 它的产权这么的复杂 对于我们新北市市民来讲 这块土地呢 未来的开发其实是受阻碍的 地方人士认为 中心未来如果闲置荒废 不仅新北市政府少说税金 也连带冲击金山的观光 希望相关单位 能想出经营方向 以免冲击地方民生经济